马上顿采访报道 美国政府在今年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说 川普政府将更主动地应对来自独裁政权的网络袭击 外界估计美国将采取更多的行动 震慑和反击中国等国家的网络攻击 有关详情我们现在就联系美国之音记者许宁 许宁你好 平常你好 许宁先跟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和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摩擦和冲突 现在的总体情况怎么样 美国的网络安全和军事专家认为 美中两国虽然存在网络空间的冲突和对抗 两国都进行网络间谍活动 但与俄罗斯伊朗这些对其他国家基础设施 发动严重网络袭击的行为相比 美中之间的网络冲突还处于比较克制的阶段 中国黑客一般不会执着地去攻陷那些 网络安全保卫级别很高的部门 而是会去寻找那些网络环境里薄弱的环节 这种黑客袭击的特点在网络安全研究领域 被称作杂除装饰的抢劫 不过最近有分析认为 中国网络黑客行动正变得越来越有针对性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CrossTrike 上星期发布消息说 该公司的监测部门发现 从今年10月底到11月初 来自中国的黑客袭击 袭击了至少四家西方国家的政治库和两家NGO组织 目标是那些研究中国经济 国防 金融 国际关系等议题的外国专家 这家公司说 黑客窃取了其中几个组织的电子邮件名录 并掌握了电邮服务器的信息 这可以帮助他们今后通过钓鱼邮件等方式 对目标进行进一步的袭击 我们还记得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2015年曾经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是共同承诺 两国政府彼此都不会进行或者是支持 通过网络来窃取知识产权 以及向本国公司和商业领域 提供竞争优势的这种行为 那么在商业知识产权 这个共识有没有得到遵守呢 有一些网络安全公司认为 2015年的这项美中网络安全共识 取得了一些效果 我们刚才提到的CrossTrike公司就说过 美中共识达成后的13个月 来自中国的商业黑客入侵活动 下降了90% 不过2017年 美国几家公司受到的网络进攻显示 中国支持的商业黑客活动 可能开始增加了 思科 微软 英特尔 索尼等公司 在这一年遭到了黑客进攻 调查认为这是一个中国的黑客小组 发动了这一波袭击 他们进攻的对象可能是获取技术信息 另外美国司法部今年11月公开起诉 三名和广州博裕信息技术公司有关的黑客 指控他们在2011年到2017年5月 入侵了多家公司在美国的系统 这次起诉让人回想起 美国司法部2014年对五名 中国军方人员的经济间谍指控 有一些美国专家认为 在商业间谍领域呢 来自中国的总体网络袭击没有减少 只是换一种形式 那么中国和美国之间是没有引渡协议的 我们知道 那被美国起诉的这些中国人啊 几乎不可能受到美国司法部门的审判 那么美方提起这些起诉的用意是什么呢 很多网络安全和军事专家认为 和暗中进行网络反击相比 公开起诉是一种比较适当的做法 因为这可以避免网络冲突升级 前北约负责新型安全挑战事务的副秘书长 杜卡鲁这个月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来听听杜卡鲁怎么说 公开发声有时也能起到重要作用 在这最近的一年半 特别是美国2016年选举后和选举带来的一系列讨论 还有近年欧洲选举的这一环境下 你能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在公开谈论 他们所看到的威胁 这给黑客传达的信息是 我们看到你了 不要跨越界限 如果你们越过禁区 我们可以选择使用任何反制措施 有时候这是一种公开指名责任 有时只是一种公开的警告 但是这是公开的 美国政府这个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 也提到 美国将加大投入 提高指认查明网络攻击的能力 以便迅速做出回应 那么在网络空间 未来还有哪些可能发生冲突的新领域呢 网络安全行业现在非常关注所谓物联网时代 给网络安全带来的新风险 我们知道美国和中国都是互联网在生活中普及 程度非常高的国家 网络安全专家担心医疗设备有可能成为黑客进攻的下一个目标 另外人工智能技术也可能在信息战中影响社交媒体 比如说希望影响西方国家选举的外国政府 可以使用人工智能 在社交媒体中增加某些文章和视频的点击量 帮助或者诋毁特定的候选人 很这样 好的 谢谢许您在新闻中心的报道